蓝波基尼是世界著名的跑车品牌 它的旗下有一款限量版跑车 名叫毒药 它在13年的时候生产了13辆 其中4辆Vendor硬顶跑车 9辆Vendor Roster敞篷跑车 这13台车里 那仅有的4辆硬顶跑车 被称为蓝波基尼历史中最夸张的跑车 售价在300万欧元以上 从发售到现在已经过了5年 三台在欧洲 有一台仍在中国销售 作为号称最夸张造型的产品 当然需要有一辆放在自驾的博物馆了 这辆不向外输臭的毒药是第一辆原型车 有人估价这辆车的价值要比其他的车价至少翻一倍 大概60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4750万元 尽管有人想买 但是人家说了 看看可以 多少钱我都不会卖出去 而第二辆毒药现在是一个美国富豪的座驾 名叫安托万多米尼克 像这种限量超跑可谓是艺术真品 安托万自然也这么觉得 作为商人出身的他 看中了这辆车的升值空间 打算来一场豪车投资 不过他好像有点心急 买来两年就标出998万欧元的天价出售 自然是没有多少人来买了 现在这位商人还在等待出售的时机 第三辆也是在美国 这台毒药的拥有者是克里斯辛格 在美国小有名气 是一位玩车达人 名下有很多限量版超跑 比如帕加尼旗下生产的神风超跑 全球20辆其中一辆就在他的名下 不过要论珍贵程度 还是毒药更成人一筹 为此这位富豪花的血本 买下硬顶和敞篷两个款 价值过亿 也只有全球顶级的劳斯莱斯 可以和毒药一决告下了 而第四辆毒药目前还在中国香港售卖 想要看车必须预约提供资产证明 据说周杰伦也来看过车 并且只是合影一张 8000万人民币的价格 让周总有些犹豫 因为这辆车实在珍贵 只适合放在家里收藏 开车上路一脚油门 都要损耗几万块钱 周总想要试驾都被拒绝了 这么贵重的艺术品 也只有超跑的死忠粉们才想要吧 5号 3号 8号 2号 3号